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剛才有用積分來構造函數 那現在我們也可以用函數級數來構造函數 也可以用極數 這裡面最典型的例子 最典型的例子 我們學過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是什麼呢 就是密極數 密極數 你們剛才講什麼沒聽清楚 最典型的例子叫Power Series 密極數 密極數是長什麼樣子的東西 假設現在有一串樹裂 我們可以甚至在複數裡面做 密極數的理論 事實上呢 密極數理論在複數裡面做才會比較好 可以做得又棒又好 我知道在講什麼 Anyway 就是它會有很多好的性質 好 假設有一串這個數列 複數裡面的數列 我們可以考慮 甚至你也可以另外還有一個複數 這個複數通常叫做中心點 你可以討論呢 長這個樣子的極數 這個地方可能還要再 我們做個約定啦 如果右下角打個0 就表示連0一起含進去的正整數 好不好 以後就不想要寫得太囉嗦了 那這樣的東西叫做一個 以 An為係數 那這個叫做它的中心 的一個密極數 好 那麼給了一個密極數之後 你當然會想要問這個極數 它是收斂嗎 發散嗎 另外呢 在討論它收斂發散的過程中 你知道呢 這個C其實沒有很重要 你不妨做個變數變換 假設C是0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會直接討論 C是0的情況 但是你可以平行的推到 一般的C的情況 好 那我們學過有一個觀念 叫做收斂半徑 對不對 這個R呢 它就定成 LimitSoup 或者我寫上極限 好 N趨近於無限大 An的絕對值的 N分之一次方 好 這個數字 好 這個數字呢 它稱作 The Radius Convergence Of Convergence 好 Of這個密集數 叫做收斂半徑 那既然有收斂半徑的觀念 我們當然就會有 收斂圓的觀念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圓盤 當然這個半徑呢 它可以是 它可以是一個 證實數 也可以是0 那也可以是無限大 因為它是LimitSoup 所以LimitSoup如果是0的話 分之一我們就定成 無限大 好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觀念 叫做這個收斂圓 收斂圓盤 如果這個R是無限大的話 這就是整個負平面 那如果這個R是0的話 就只有這個點 可以嗎 這個圓盤 就叫做 the disc of convergence 好 叫做收斂圓 收斂圓 收斂圓盤 那麼重要的一個結果是說 結果是說什麼呢 結果說呢 如果 如果你選了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呢 它 它 比 R小 假設 如果它比R小 我就知道這個極數 它會均勻收斂 並且是絕對收斂 並且是絕對收斂 在這個小一點的圓盤上 以C為中心 R0為半徑的圓盤 就是只要你願意把這個圓盤 縮小一點 任何一點都行 只要是比較小的 在小圓盤上面 這個極數會均勻收斂 那絕對收斂跟圓盤大小沒有關係 因為絕對收斂 就是你每個點去看它是不是絕對收斂 對不對 那反正你在這個大的圓盤裡面 只要不要在邊界上 裡面任何一個點 你都可以找到一個小一點的圓盤 有框到它 可以嗎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 你可以把這個小圓盤 任意的往大的邊邊去靠 就可以做很多論證 所以特別的 特別的 特別的 這個 這個函數 你可以定義一個函數 就定成這個密集數的值 對不對 它是一個良好的定義的函數 在這個收斂圓上面 它是一個良好的定義的函數 而且呢 它是 連續的 為什麼 因為你任何有限多項 都是個連續函數 它就是個多項式 所以你取極限 如果是均勻收斂的話 那它一定是連續函數 那你說 這是整個收斂圓盤 可是我剛才不是說 要在小一點的圓盤上 才會均勻收斂嗎 結果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要討論這個函數 在某個點 是不是連續的 其實你不用管整個區域 你只要管那個附近的 一個小圓盤就可以了 所以比方說你對裡面任何一個點 你要證明它是連續的 你可以先選一個小圓盤 你只要在那個小圓盤上面 看它連不連續就好 然後呢你就選一個 以C為中心的圓盤 比大的小 但是又框住這個小圓盤 在那個圓盤上面 這串極數是均勻收斂的 它裡面都是連續的 所以收斂的結果是連續的 所以在小的圓盤上也會連續 那當然在那個點就是連續的 利用這個方式 你可以證明它在每個點都連續 而且呢不只這樣 有一個我就不寫了 我用嘴巴講的 我們有推過 它也可以逐項做微分 當然我們還沒有學過 在負數的情況下 做微分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不妨先想像 就是如果an都是實數 z也是實數 c也是實數的情況 你可以直接逐項做微分 那怎麼樣很快看出來 它可以微分呢 一個辦法是你去驗證 微分完的那個極數 是均勻收斂的 然後呢原本的極數 在某點收斂 這樣就可以對不對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看出它微分完的極數 也是個密極數 逐項微分 做的極數是個密極數 那個密極數 會跟它有同樣大的收斂半徑 這可以證明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逐項做微分 只是把n搬下來 這裡減一次 那只是把原本的 這裡的an 改換成 什麼 an加1 對不對 an加1 然後前面再乘個 n-1或加1 anyway 好自己想 那你去開這個n次方 之後 取limit super 會跟剛才這個結果一樣的 原則上 是因為n開n次方的極限是1的關係 可以嗎 所以你把這個極數做任何形式上的微分 或積分的操作 得到了新的密極數 它跟原本這個極數的收斂半徑會是一模一樣的 那既然如此 微分完的那個形式的密極數 它就是在這個圓盤上面會是連續函數 對不對 而且是均勻收斂的 在任何小圓盤上均勻收斂 在小圓盤上均勻收斂的話 你就可以逐項積分 先取極限再積分 跟先取極分再取極限是一樣的 可以嗎 那可是積分回來的結果就是剛才這個東西嘛 所以它的微分就是剛才那個 直接微分下去的函數 把每項直接微分 所以它告訴你說只要是密極數 只要你已經知道出現了一個密極數 然後只要是在收斂半徑以內這個範圍 然後不要是端點 端點會發生什麼事 一般不太確定 各種可能的情況都會發生 但只要是在裡面這個範圍這個開極 時數的話就是在一個開區間上 那複數的話就是在一個開圓盤上 在那個範圍上面 這個極數你可以對它做各種操作 極分也好 微分也好 直接先把裡面每一項做就可以了 好 那有這個觀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想一下 我們為什麼會去討論密集數呢 為什麼人會去討論密集數呢 對不對 這世界還不夠悲慘嗎 為什麼要討論密集數呢 在密集數之前我們有多項式的觀念 對不對 我們覺得多項式好像是比較簡單的函數 那你多項式像很多很多 多到就變密集數了對不對 有無限多項就是密集數 所以你會想說 會不會密集數跟多項式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事實上是是有蠻多相近的地方 雖然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但是蠻多地方是一樣的 這個主題呢 是所謂的負變函數論 會去探討的主題 我們可能會接觸一點點 不會講太多 會講一點點 但不是今天 好 那塔魯密集數 跟什麼最有關係 跟一個概念叫做 泰勒多項式 有關係 我們是不是學過這個微分 微分呢 是對應到一種概念 叫做一截逼近 一截逼近 對不對 有一截逼近的觀念 為什麼 這個導數就是割線斜率的極限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把這句話重新改寫一下 改寫完之後它的意思變成 這個函數值可以用一個仿射函數 affine function 就是一條直線函數 它一截逼近 當 x趨近a 那你說什麼是一截逼近 沒有什麼意思 就是相減以後 除以x-a 要趨近0 就這個意思 好 那你有一截逼近的觀念 當然就會有 N接逼近的觀念 對不對 好 那N接逼近的情況呢 對應到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泰勒多項式 如果它呢 跟 我們假設它是 這個 N次可為的 它在某個點 A點 不要這樣 C點好了 都寫A了 好 A點 N次可為的話 那它會有一個東西 叫做它的 第N個泰勒多項式 對不對 當然為了寫清楚一點 你可以把A寫下去 好 那他們會是 N接逼近 第N個泰勒多項式是什麼 寫出來的話就是 F的 m次微分 帶A點的值 除以m接乘 然後乘上 x-a的m次方 對不對 然後m是從0到N A嗎 好 他們會N接B近 那N接B近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f of x 減掉這個 tf na 他們除以 x-a的n次方 取極線 要等於0 也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它加上某個東西 那個東西呢 跟x-a的n次方比 都還要更小 要趨近0 這樣就叫N接B近 可以嗎 那我們那時候其實是 利用這個條件去推 假設它N次可微分的話 會不會有一個多項式 跟它N接B近呢 我們發現會 而且那個多項式的係數 就剛剛好是 原本這個函數f的 各結微分 再除以一個 適當的階層 當係數 好 那有這個觀念之後呢 它只是N接B近 你想要問的是 他們的差距是多少 對不對 那我們以前有學過 差距有一些 特殊的情況 我們可以知道差距 比如說呢 你知道f of x 它可以寫成 它的 N接泰勒多項是 加上一個餘項 那個餘項呢 可以寫成 N加一次的微分 代某一個casi 大家最喜歡的casi 這是 如果說f 它是N加一次可微分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在 A點 附近 它是N加 一次可微分的話 那麼 我們就會存在一個casi 它藉在x跟a中間 使得 這個成立 就它的差距 可以寫成一個一般項的樣子 但這個一般項呢 跟剛才的不太一樣 就要把這個一般項的a 要換成 某個casi 這邊仍舊是a喔 但這邊是某個casi 好 那這個寫法呢 有沒有用 就要看情況 就要看你對這個項 這個叫做remender 就某種估計剩餘的東西 就叫做一個remender 這是某一個casi 展開的餘項的寫法 你要問 太太展開對不起 這個你要問說 這個餘項你可不可以估計它 你要可以估計它 你才會了解 它跟它的差距有多少 那你要特別小心的是 原本我說它們是N接B進 N接B進的意思是N固定 令x屈近a 對吧 x是屈近a的喔 N是固定的喔 你現在想要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想要問的是 我可不可以x固定 然後令N屈近無限大 可以嗎 不太一樣 剛才是N固定 那我知道 好 那它跟它之間的差距 會隨著x靠近r變小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x固定 然後我要問說 我這邊加越來越多的項 這個東西會不會越來越小 假設F4可以無限多次可為分的 假設 那麼給大家做第二個習題 習題 請說明 構造 construct 或者是找一個啦 你去翻書或什麼 任何地方去找一個 一個函數 我們假設在實數線上好了 假設它是無窮多次連續可為分 我要你找一個超好的函數 通常這個 這個就是可以為分任意多次 而且那當然就是全部都連續嘛 通常叫做光滑 英文叫smooth 中文叫光滑 光滑的意思 光滑函數值的就是 可以無限多次可為分 而且為分都連續 好 那假設有這樣的一個函數你要去找 找到它要滿足一個性值 它的性值是這樣的 它的性值是 f of x 它是要大於0 如果 x是正的 但是f of x 要橫為0 如果 x是 小於等於0 也就是我要你去找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的長相是這樣 走走走走到0的時候 突然蹦起來了 突然蹦起來 我要你找這樣的函數 然後呢 請你想一個問題 我已經告訴你 它是 無窮多次可為分囉 我問你一個問題 它的為分長什麼樣子 在左半段 0 沒有問題 請問你在那個點的為分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0 如果存在的話 對不對 因為你從左邊算應該是0 好 所以你 為完分之後 它仍舊是一個 這邊都是0的樣子 這邊不管長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 那這個東西的為分 是不是應該左半段還是要長這個樣子 因為都是0對不對 好 所以請你去構造一個這種函數 那這種函數呢 造出來之後 就會給你一個有點奇怪的例子 你去算一下這個函數 在0那個點的態勒展開 態勒多項是 請問你它的態勒多項是 第一項是 是0嘛 對不對 第二項 0 第三項 因為它所有的為分都是0 在那個點 對吧 所以你去算它的tn的時候 tn0 f 算出來是什麼 0 所以變成是 那個東西就是0 那你覺得 如果你選一個旁邊的點x 然後你不斷的增加n 你覺得它會收斂到它嗎 不會吧 因為這個就是f of x嘛 不管你怎麼加n 泰勒多項是都是0 0是絕對不會收斂到這個值的 因為x是固定的 對吧 這是個正數 可以嗎 所以這個例子告訴你 在這個例子裡面 這個是存在的 tf n0 當n趨勁無限大 它就是0嘛 因為它全部都是0嘛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也是存在的 但它們兩個是不相等的 可以嗎 一般大家在學泰勒多項式的時候 常會有個誤解 就是不分青紅皂白 就說 就說什麼 就說f of x 等於f的m次為分 m接x-a的m次 然後m從0到無限大 大家說這件事情是對的 假設它可以任意多次可為分 在那個點 那結論是 就算右邊這個極數收斂 它也不一定要等於左邊的函數值 比如說我這個例子就告訴你 在非常特殊的情況 這麼特別的例子 這麼簡單的例子 你就發現這個式是不對的 右邊橫為0 因為所有的項都是0 左邊 你只要選了x是在0的右邊 它就是正的 而且這個固定的數字 他們兩個顯然不會想等 可以嗎 所以千萬不要有這個迷思 那一般我們怎麼 什麼情況下我們可以得到這個等式 什麼情況下會得到這種等式呢 會得到說 只要我不斷的加泰勒多像式的像 最後就會收斂到f 很難有一個一般的結果 多半都是 如果你可以對這個余像 有一些估計的時候 比方說你固定x 你就可以證明這個東西 不管怎麼樣 不管c是多少 我可以證明n趨近無限大 它就要趨近0 那就可以 因為你等於證明了 這個要收斂到它嘛 對不對 除非是這樣 但是一般的話 不見得都會這樣 比如說剛才這種函數 你造的出來的話 它就不會這樣 不過好的函數都會 比方說你學過什麼是會的 指數函數還有嗎 三角函數 sin cos 對不對 學過那些情況 所以來回顧一下 我們學過指數函數 那指數函數它的 泰勒多像是 就是 m接分支xm m從0到n對不對 那它加上一個余像 那個余像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個余像應該長成 n加1接成 分支 我現在這個地方 中心點是0對不對 所以我最後要寫的是 x的n加1次方對不對 那這裡要擺的是什麼 指數函數的幾次微分 n加1次微分 帶某個點的值對不對 指數函數不管為幾次 都是指數函數 所以它是某個 e cas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證明這個項 當x固定的時候 它要趨近0 可以證明嗎 無論如何這個東西 它的大小 整個的大小 你可不可以證明它會趨近0呢 可以 你們以前做過這個練習 所以你知道 固定x的時候 反正可xi可能會動來動去 隨著你的n 可xi會跟著動 但是無論如何它一定是藉在 x跟0的中間 它會趨近0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極數 它的極限 就是它 可以嗎 它取極限就是它 然後就0 差距 是趨近0的 好 除了這個例子之外 所以我們知道 1的x 就等於 n階乘分之xn n從0到無限大 這是一個重要的公式 那還有 還有什麼 我們還學過三角函數 如果你真的相信這世界上有三角函數 你其實並不懂三角函數對不對 假設你懂 你懂嗎 什麼是cos 投影 什麼的投影 想一個這個問題 cos按照最原始的定義 圓無常度 什麼是cos 好 圓無常度 因為你說要帶角度嘛對不對 你要先帶一個角度叫x 然後這個長度是1 這是一個圓 對吧 然後你說這個點的 座標就叫做cosx 跟sinx 那別忘了我們講過 要指定一個函數 指的就是要指定一個映射 換句話說你給我x 我要告訴你這個值是怎麼得到的 那你給我一個x x是什麼 x其實是一個時數對吧 以前的想法是角度就是胡長 如果是單位圓的話 所以你要告訴我 從這個點出發 往上走 走了長度x以後 所達到的那個點 那個點的座標 就分別叫做cosx跟sinx 可是問題來了 什麼是胡長啊 還沒有學過胡長 對吧 不知道什麼是胡長 有人說取極限嗎 取什麼的極限 把它切 把它在角形前寫邊 然後取極限 或者是我猜可能是用摺線 比如說你選很多點對不對 你選擇線 然後你說我考慮所有的摺線 不過這時候你就要想一下了 你要考慮什麼東西的極限 令什麼趨近什麼的極限 分割無限多次 那你分割的方式應該要是 怎麼分 我就還沒有胡長的觀念怎麼講一半 那就是取坐標了一半 中間 找到第二次的時候 那個方式也在 所以你說取下面的坐標了一半 對 好 有很多種討論的方式 胡長這個觀念 所以其實你並不真的 我只是要說服你 你並不真的知道它是什麼 只是要你承認這件事情而已 沒有別的意思 好 講了那麼多 就告訴你說你並不懂 sin跟cos 好 你對他的認知就跟原始 不是原始人 古希臘的人可能對他們的認知差不多 好 但是無論如何 基於那樣的認知 你已經說 我們可以從他們去推出高中學的什麼 合角公式啊 什麼點點點對不對 推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他們來算為分啊 有的沒的 算完之後 你利用同樣的方法 寫出他的態勒多向式 然後估計他的餘像 然後發現餘像會趨近於0 於是你就寫說 cos就是 1-x平方2j 加上x4次方4j 減點點點點 也就是sigma-1的k次方2k階乘 x的2k次方對不對 k從0到無限大 然後你就說sin也是 類似的 改成奇數的 好 他可以寫成 k從0到無限大 -1的k次方 2k加1 接成 x的2k加1 對不對 好 你發現這個sin跟cos就會是這個極數的合 那可是我們還是得面對剛才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一開始是不真的知道sin跟cos的 那我可不可以 反過來 我就規定 我說我規定 規定cos就是那個極數 sin就是這個極數 我規定他這樣可不可以 那我如果規定他這樣的話呢 世界就會不太一樣 其實是一樣啦 我說論證就會不太一樣 世界是一樣的 你事實上可以做得更廣 你對任何的負數 對任何的負數 你可以去定義 1的z次方 就定成這個密集數 你只把剛才的時數改成代負數 我規定 規定的 暫時 暫時先讓我這樣規定他 好 規定他是這樣 那請問你這個會收斂嗎 我們曾經有討論過 收斂半徑對不對 有一個重要的定理是講 只要有一個密集數 他帶某個不是中心點的點 帶下去會收斂的話 那中心點在這裡 你帶某個點會收斂 你用那個點 對中心當半徑畫一個圓 在這個圓裡面每個點都會收斂 除了邊界上的點對吧 那請問你啊 這個1的x次方 請問你帶什麼樣的x 這個等次會成立 所有的時數都會對不對 所以至少你帶時數上 時數線上的點 都會收斂 那任條一個時數上的點 都會收斂 你畫一個圓嘛對不對 在這個圓裡面 都會收斂 所以事實上你帶所有的負數 都會收斂 可以嗎 當然你可以說好我要從頭來 我要導一次收斂半徑 我可以算出來 收斂半徑是無限大 也可以但是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看出 這個是在整個負數平面上會收斂的 所以我這個定義是沒問題的 可以嗎 好 那還是回顧一下某些東西 好 我們有各式各樣構造函數的方法 除了最傳統的多項式三角函數指數對數之外 這些初等函數 你可以利用積分來構造 也可以用密集數來構造 比方說呢 我們可以定義指數函數 這個地方呢指數函數的z 是一個 一個負數好不好 你對任何一個負數 我們可以定義呢 z就是 它的指數 是z的n次方 除以n階乘 從0到無限大 加 這是一個形式密集數 formal power series 那我們知道它的收斂半徑 你可以去算收斂半徑 但是一個更簡單的方法是 你可以證明 帶任何z進去這個級數都會收斂 怎麼樣證明它會收斂呢 比方說你可以拿等比級數 集合級數來跟它比較 對不對 好所以你帶任何一個z進去 你可以證明它會絕對收斂 事實上 那按照我們前面學的密集數的理論 只要有一個點帶進去收斂 那以那個點到中心點的距離為半徑 畫一個圓 在圓的內部的每個點 帶進去都會收斂 可是我這個點又是任意的 所以事實上這個函數 它在整個負平面上都會收斂 你帶不管什麼z進去都收斂 而且它在任何一個圓的內部 都是uniformly convergent 可以嗎 利用我們密集數的理論 那類似的 我們還定 讓我今天採用另外一種符號 我們定了兩個函數一個叫c 它是把所有z的偶數密次 除上偶數的階層 再乘上-1的m次方 然後做組合 另外一個叫s 那我這樣寫呢 當然就是要暗示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心中想的cos跟sin 那寫出這樣的密集數的原因是因為 以前我們在學cos跟sin的時候 你知道你可以去算他們在0那個點的 的微分 所有階的微分 各界微分 算出來之後你可以寫出它的泰勒展開式 然後我們那時候可以去控制它的餘像 發現那個泰勒展開式寫出來的極數會收斂 而且會收斂到cos跟sin本身 那我們現在就反過來 把那個極數拿來當做他們的定義 c函數跟s函數的定義 一樣的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兩個極數 它的收斂是在整個負數平面上都會收斂的 那他們的關係呢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驗證 直接從密集數去看 就是你可以驗證 直接從密集數去看 如果有兩個負數 那你同時把它帶到1的z加w裡頭 它就會等於1的z次方乘上1的w次方 會有這麼一回事 那我們也學過這是怎麼來的呢 原因大概是這樣 如果有兩個極數 一個叫an 一個叫bn 他們都是絕對收斂的 然後如果你把cn定義成ajbk 然後j加k要等於n 就是你要把它們乘起來 但是你用一種好的方式極象 你先把竹馬加起來是n的那種像乘在一起 合在一起之後叫做一個cn 然後你再把cn加起來 這個東西呢它會收斂 並且會等於原本這兩個極數的合相乘 這在很久以前我們學極數的時候 學過這麼一回事 那附帶一題你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這個絕對收斂的絕對可以去掉嗎 你可以思考一下 不過至少我們以前在絕對收斂的情況 是證明了這個結果 那你就把這個結果 用在把它寫成一個密集數當作a 把它也寫成一個密集數當作b 按照定義 那你做出一個叫cn的東西 你會發現其實寫起來就是左邊 可以嗎 所以有這個指數率 那麼既然有指數率 你可以附帶的得到另外一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已經知道c函數跟s函數 跟指數函數 跟這個exponential function有這個關係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就很暴力的 直接把z加w帶到z裡頭 你會發現z加w 印帶進去 那這個地方就會變成iz加iw 可以拆開變成乘積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這個地方就變1的-iz 1的-iw 乘在一起 那你稍作整理 你會發現它就是你以前想的合角公式 比如說第一條式子會成立 你就把該帶的z加w帶進去 然後兩邊做比較 發現是對的 以前你想的cos的合角公式 就是這樣對不對 先相加取cos 會等於分別取cos相乘 再減掉分別取sin相乘 同樣的道理 sine的合角公式也會成立 可以嗎 所以合角公式跟指數率是一體的兩面 而且現在你所證明的這個版本 它是適用於所有的負數 就是你的z跟w這些都可以帶負數 不限於時數 可以嗎 好 有這些性質 接下來你也可以很容易看得出來 一件事 就是c的平方加上s的平方 這個你也可以直接算嘛 你就利用上面這個式子來算 比如說c的平方 就是2分之1的eiz 加上1的-iz的平方 那s呢 就是2i分之1的iz 減掉1的-iz 整個的平方 好 那你就把它展開啊 好 展開之後 第一個項就是1的2iz 因為它有指數率 所以那個2可以直接放上去 好 然後呢 加上他乘他的兩倍 再加上1的-2iz 下面是4 對吧 這個人呢 分母變什麼 -4 它一樣是1的2iz 這地方變-2 加上1的-2iz 對吧 好 那把該消了消掉 就發現它等於1嘛 其他都會消掉 只會留下那個常數的部分 所以其實你可以說明 cos的平方加s的平方等1 也是對所有的負數都成立的 可以嗎 好 好 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工具 光從密集數的定義 就已經可以看出 這些事情來了 好 那另外當然你也知道 也知道 所有這些 你可以從c出發 送到c 這邊你擺 exponent 擺這個e 1 或者是擺c 或是擺s 它們都是連續函數 至少 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 在任何一個圓盤裡頭 它都是均勻收斂的 那原本 直取有線像的時候 都是多項式 都是連續函數 所以均勻收斂的話 就會 結果也會是連續函數 你的圓盤可以取任意的大 所以這些函數 全部都是連續函數 那將來 將來如果我們學一點點 負辯函數論的話 你會發現它們不但是連續函數 它們還是可以微分的函數 好 那麼我們曾經有讓大家 可能做一個思考 這個思考呢 就是到底什麼是sin跟cos 或什麼是角度 這些東西 那現在你可以講 我們 反倒先定義了sin跟cos 我們希望可以 最後去看出角度是什麼意思 好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想 這個問題就在於說 如果我們把C 特別限制在只看實數線上的結果 假設你有一個θ θ是一個實數 Cθ 跟Sθ 這兩個 現在變成實數值的東西 實數值的函數 你可以問說 它跟以前我心中想的cos 還有我心中想的sin 我可以打個引號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是 我們以前學的 在high school學的 high school 或是elementary school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是在什麼地方學的 anyway 好 好 是不是一樣呢 這是否一樣的呢 那一樣是什麼意思 你就回到你high school 講一下cos跟sin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時候是說 先決定角度 決定角度之後 然後 想法是 在這個平面上畫了一個單位圓 然後呢你從 x軸上的 跟圓的交點 開始 逆時針的往上走 走了所謂的θ角度 以後 所達到的那個點 那個點的兩個坐標 就叫做cos跟sin 對不對 所以 你要先了解角度是什麼 那 以前的講法是什麼是角度呢 就是這個弧長 假設這個是1的話 我們現在是單位圓 這個弧長就叫做角度 進度單位嘛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講 什麼叫做cosθ 照理講就是 你給了θ這個數字以後 我就開始從這個點 沿著這個圓弧 逆時針的走 θ長度 如果你的θ是負的 那我就要順時針的走 那個長度 看我最後走到的點在哪裡 那個點的兩個坐標 我就把它叫做cos跟sin 這個是 就是這兩個東西是以前我們的認知 但是以前我們並沒有學過什麼是弧長 可以嗎 好 我們現在是反過來 我有兩個函數 我想要來了解他們 到底跟我們以前想像的這個 這個cos跟sin有多接近嗎 所以 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考慮 當然你觀察到幾件事 這兩個函數呢 它事實上是可以微分的 你可以從密集數的角度去看 密集數可以逐向微分 你也可以用積分的角度去看 因為它每個函數積分完就變對方 只要你套適當的函數值去決定 長數是多少 好 所以跟你想像的一樣 cos的微分就是-sin sin的微分就是-cos 這個是有的 從密集數的角度可以看得出來 而且你也知道一件事 就是cos代0 跟sin代0 心中想的 它就真的是 就是10 這個也是從密集數的定義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你到這個密集數裡頭 你令z等於0 這個人就只剩長數項 就是1 那這個人是只剩沒有任何東西的 對不對 還記得這個是1-z平方 除以2接 加z平方 z四四方除以4接 點點點 那這個是z-z三方 除以3接 加z五方 除以5接 點點 好 你有這些性質 所以如果你大略畫一個圖的話 你大概可以感覺到 如果是看cos的圖的話 它在0的時候是1 那如果是看sin的圖的話 它在0的時候是0 這個是sin 另外你還注意到幾件事情 這些函數呢 這個s呢 c函數它是偶函數 s是一個g函數 這也可以很容易看出來 因為在c的定義裡頭 所有的密次都是偶數次的 所以你帶正了跟負的z 結果是一樣的 那在s裡頭 所有的密次都是g數次的 好 所以你帶正了跟負的 會剛好插一個負號 對吧 所以這個也跟你以前想的是一致的 好 所以這樣一看的話 你又知道s這個函數 在0那個點的微分是什麼 微分就是c0 也就是1嘛 對不對 那c的微分呢 就是s0 也就是0 好 所以以cos來講 它這個地方的切線是水平的 那以sin來講 它的切線是 斜率是 斜率是1的 一條線 一條線 對吧 好 所以換句話說 你可以感覺到sin應該是 sin應該是一個 在至少在0的附近 是一個遞增函數 那cos呢 應該就是一個 長像這個樣子的函數 那為什麼我只要是要往下 因為它的平方加起來是1 好 所以只要sin的大小是變大 從0開始變大 cos的大小就要從1開始變小 所以應該是這樣 那它是左右對稱的 那它是圓點對稱的 那它是圓點對稱的 好 所以我們想要反過來 來問這個 什麼叫做90度 或是叫做長度 二分直拍是什麼 所以於是我們就link 一個東西叫做θ0 對不對 θ0呢是定義成 sup θ θ是一個非負的數字 什麼樣的非負的數字呢 就是我要求對所有的 借在0跟θ中間的 可能還沒有達到θ的數字t 我要求這個c啊 c函數 我怎麼把它寫這麼高 我要求我的c函數值必須要是正的 就是我想要問說這個cos啊 它到底可以是正的 正到多少 θ是多少的時候 我去看 一直往右推進的 最右邊的可能 就是我這個θ必須要 先取好以後 要在這整段上頭 cos都要是正的 這個c函數要是正的 我想要問這個整段 到底可以推展到 右邊多遠的地方 所以我看這種數字θ的 supreme 可以嗎 好 那當然你就知道 這個θ0 它一定是大於0 為什麼大於0 因為你知道在0那個點cos是1 對不對 那由於因為它是連續函數 所以至少有一段 附近的區間cos都是很接近1的 所以一定是還是正的 所以這個θ一定可以往右推進一段 所以這個θ0肯定是正的 這個地方是由於c是連續的 然後c代0的時候是1 對吧 所以你有這麼一回事 但是另外一邊呢 你知道它有可能 有可能會是無限大 表面上有可能 因為說不定 這個c的圖形是 一直到無限遠的地方 都還是正的 不管你走到哪裡 它都還是正的 雖然這個不符合你本來的想像 但是表面上看起來有可能這樣 所以你需要一個理由去講 不會發生這種事 對不對 需要一個理由 那我們要講的是這個不等號呢 這個地方它是不會成立的 一定不會成立 絕對不會是無限大 那需要一些理由 它的看法很簡單 想法是這樣 想法是你注意到 只要呢 我的t還掉在這個範圍裡頭 0跟θ0 如果θ0是無限大 就是整個正十數軸 可以嗎 非負十數軸 如果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我總是有 因為c是正的 我們想要用一個方法來看 c呢不會永遠都是正的 怎麼看呢 你注意到一件事 c的兩次微分 是什麼 c的一次微分是 s加負號 再微分一次呢 就是負c 對吧 所以是負ct 可是負ct呢 在這個範圍上面 它就 永遠都是負的 對吧 是負的 這告訴我們什麼 這告訴我說c這個函數 它 二次微分都是負的喔 那它的凹凸性 就怎麼樣 應該是開口向下的 圖函數 下圖的函數 對吧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負c這個函數 負c is convex on 0 θ0 可以嗎 所以你心中想 開始 什麼 負的 好 所以表示說 你從0開始往右一直推進 如果這個θ0 是無限大的話 那表示說 在整個右邊它都是凸函數喔 可以嗎 這個c都是凸函數喔 那一開始它在這裡 這是1 我們現在看的是cθ的圖形 來請問大家 如果我往右邊一點點 請問c的大小會不會比1小 會 原因是因為 s的大小會增大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往右邊一點點的話 c呢可能會比較小一點 可以嗎 所以我存在一個θ1 它是借在 0 到無限大 使得呢 c of θ1的值 是小於c of θ0的值 也就是1 所以它的高度會低一點 這個地方叫做θ1 對不起 這是0 這是θ0 可以嗎 好 那你又知道這個函數圖形 它是下凹對不對 它應該是下凹 這不太好畫 我這旁邊畫一個大一點的圖 如果你是一個下凹的凹數 下凹的凹數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選一個點 另外再選一個點 它是往下的喔 這兩個點呢 如果你把它連線 連線之後 按照突凹數的定義啦 突凹數的定義是什麼 突凹數的定義是說 在這個範圍裡頭 任何兩個點 取完凹數值之後 做這個凸組合 或者說從圖形上去連直線 那連完直線之後 這個線段一定要在凹數圖形的上方 對吧 這樣叫突凹數 好 看裡面的話 線段在圖形的上方 如果是看外面呢 比如說看外面的部分 從圖形上來看 似乎線段一定是在圖形的下方 為什麼 為什麼線段會在圖形的下方 怎麼證明 你要說明呢 線段在圖形的下方你要怎麼說 比如說你對外面的任何一個點 你就要看他們兩個的高度嘛 對不對 兩個高度 那同一個橫坐標 對到兩個重坐標的高度 這個時候呢 你不妨把這個點跟它連一條線 對不對 連一條線 那我們以前有學過 凸凹數只要在這個範圍裡面都是凸的 整個範圍裡面都凸的 你做這樣的連線以後 這兩條斜率彼此之間是有大小關係的 就像你圖上畫的這樣 可以嗎 不過那個時候 我們是直接從凸凹數的定義 可以證明出這個斜率的大小關係 所以實際上你知道上面這條斜率 一定是大於等於這條直線的斜率 那既然斜率比較大通過同一個點 右邊這個點上面的座標 當然就會有大小關係 對吧 同理在左邊這邊也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凸凹數在任何一個區間裡頭 連線段會在凹數圖形的上方 可是在那個區間的外頭 直線會在圖形的下方 那如果改成下凸凹數 就這種凹凹數的話 就剛好顛倒 對不對 所以當我這樣連線以後 連完線以後 照理說我這個下凸凹數 就應該要在這個直線的下方 只要超過這個θ1的點 可以嗎 就像我現在圖畫的這樣 好 可是你現在連直線 因為這個點的高度又比1低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連這條直線 它一定是負的斜率 斜率是負的 斜率既然是負的 是不是一定會交到時數軸 可以嗎 所以一定會交在時數軸的某處 好 一定會有某處喔 這個假設有一個叫做θ2的某處 有一個點讓它只是0 可是你的函數又繼續是負的 對不對 不是負的 要比這個直線低 直線低 所以在這個點 這函數值就只能是負的 對吧 這樣不就出了問題嗎 因為你明明講 θ0如果是無限大的話 C要永遠都是正的嘛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在θ2 那個時候之前 應該就有某個時刻會達到負的 好 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存在一個θ2 它比θ1還要大 使得呢 這個C代θ2 就是負的 好 這樣就矛盾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一開始的假設 θ0是無限大 是錯的 所以θ0 是有限的一個數字 所以換句話說呢 這個cos的圖形 它的性質真的如你所想的 它從1開始 隨著θ一直往右跑 它都是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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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的到某個時候 它就會達到0了 可以嗎 這個是C of θ的圖形 好 那就跟你以前想的一樣嘛 這個θ0就是你心中想的 2分之π 對吧 好 所以我們給個定義 好不好 什麼定義呢 π呢 我們就把它定成 兩倍的 θ0 可以嗎 這可能是你從小到大第一次 精確的看到π的定義吧 我猜 好 極限 也可以 但是你要先確定在那之前 你有先確定π是什麼東西 對吧 好 那我們現在說π如果是這樣的話 接下來我們當然是要講 它符合我們本來的直覺 有更多的直覺都符合 比方說你可以很容易看得出來 可以看得出來呢 這個C 如果裡面帶θ加了θ0 那這個圖形應該是什麼 這個函數應該是什麼 你可以用合角公式來看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用指數率來看 你有很多種方法 我們用科學一點的辦法 不是科學一點的辦法 好 我們這樣想好了 一代iθ 按照定義 按照定義 它是不是就是C的θ 加i的Sθ 對不對 這個就叫 單位長的負數的即是 即是表示 好 那你現在如果這邊寫的是 θ加θ0 那當然右邊就是C的θ加θ0 加上i的S的θ加θ0 你可以用合角公式去看 也可以用指數率來看 那它就等於1的iθ乘上1的iθ0 那1的iθ就是1的 就是這個Cθ加iSθ 那什麼是1的iθ0呢 就是把Cθ0代入 加上iSθ0 可是後者你很清楚 因為Cθ0是0 而Sθ0呢 是1 可以嗎 為什麼Sθ0是1 這樣不夠 平方之一只說它是正負1 因為算是正的 在這一段範圍 好 因為在剛才θ0以前 cos是 從1開始一直減到0 對不對 那算就是從0開始 你知道在這一段是增加的 所以它是一路的增加到θ0 所以應該是正的 所以後面這個數字是什麼 就是i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你把i乘上去之後 十步虛步比較一下 你就知道 Cθ加θ0呢 是十步 那下面的十步是誰 負S 對不對 然後呢 Sθ加θ0呢 就是這邊的虛步 那這邊的虛步是誰 C 對不對 好 所以有這兩個關係 就把cos的圖形往左平移 2分之π以後 就是負sin的圖形 那把sin的圖形往左平移 2分之π之後 就是cos的圖形 可以嗎 那利用這兩件事情 你也可以 再接再厲的 很容易可以推得出來 如果你把θ加上4倍的θ0 那就回到原本的 然後s也是一樣的 那這個就是2π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sin跟cos是周期函數 然後2π是它的一個周期 那給大家做一個小練習 習題 習題又來了 你們聽到習題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很興奮 聽不太出來 好 習題是這樣的 剛才已經告訴你說 2π是它的一個周期 那請問你它有沒有 更小的周期 正的周期 是否存在 應該是說 這麼說 假設 有一個數字 叫做 叫做什麼好 叫做 隨便好了 想想看 叫t好了 好 t是一個 正實數 請你說明 請你說明 如果 如果 對任何的θ 我都有 c of θ 加t 等於 c of θ 如果這句話都成立的話 那麼 一定可以找得到一個 整數 使得這個t呢 就是2π的 這個整數倍 2mπ可以嗎 對 對不起 無限大 謝謝 也就是說 哎呀不要啦 就實數就好了 因為我這邊寫的是整數 對不對 假設你有一個實數 那這個實數呢 如果它有周期的效果 周期的效果就是 你把這個函數 整個平移t以後 還是跟原本函數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叫做 叫t是c的一個周期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假設你有一個數字 它是c函數 也就是我們現在心中想的cos 的一個周期的話 我要你說明那個t鐵定 是剛才算出來的2π的整數倍 要記得喔 我的π的定義喔 π的定義是現在採用的這個θ0 可以嗎 所以你要證明它 你要從θ0的性質出發 要從前面我們的定義 然後還有你可以用它推出來的性質出發 你不能夠說我用一些奇奇怪怪的 這個集合上的直覺說 那就是這樣 不是我們有定義的 要從定義出發 可以嗎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這樣定出來的2π 就會是c這個函數的最小正周期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大概可以感覺到 這個c函數跟s函數 就跟你以前想的cos跟sin 基本上還蠻一致的 包括周期性什麼的 但是最最最關鍵的就是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跟我們本來想像的 用角度來定的方式是一樣的呢 如果要講這件事的話 那就無可避免的必須要去談 胡常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來談一下 胡常是什麼 helicopters 球